嗨,你好,我是徐老师,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想和大家一起聊一下关于旅行的话题。 之所以聊这个话题是因为我正在计划一次旅行。 我在五月中旬的时候,也就是五月十号左右,打算去泰国旅行。 所以今天我想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我有趣的旅行经历。 在我开始之前,如果你们也有一些有趣的旅行经历想要和大家分享的话, 不要忘记在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告诉我,那让我们一起开始吧。 首先,我想先介绍一下我的这次非常有趣的旅行经历的目的地。 这是一趟去冰岛的旅行。 我觉得这个目的地很有意思,是因为冰岛离中国非常远。 如果从中国出发,需要坐十个小时以上的飞机,才能够到达冰岛。 需要花费非常多的时间和精力。 所以,这算得上是一趟长途旅行,但是我去冰岛旅行的时候,不是从中国出发的,我从英国出发。 所以,我没有花费非常长的时间到达冰岛。 说完了旅行目的地,我们再来讨论一下一起旅行的伙伴。 相对于和家人出游,还有和朋友出游,你们更喜欢哪一种呢? 对于我来说,我更喜欢和朋友一起出门旅游。 所以,我的这次去冰岛的旅行,也是和我的朋友一起。 我同行的伙伴有五个人,我们一起搭乘飞机去冰岛旅游。 我觉得,这趟旅行,非常有意思的一点是,我在冰岛看到了很多自然景观,自然景观。 自然景观有瀑布,瀑布,还有山,山。 我在冰岛看到了非常多的瀑布,也爬了很多座山。 这些和我平时生活在城市里的经历非常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 还有一点,我是在冬天去的冰岛,所以冰岛下了非常大的雪。 我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雪,我也觉得很有趣。 除此之外呢,在北极,还有一种非常特别的天气现象,叫做极光。 有很多人会选择在有极光出没的季节,去北极追极光。 所以,在我和朋友去冰岛的旅程中,我们也选择了出发去追极光。 我觉得非常幸运,我们在一天晚上看到了极光。 这样的自然景象是我在平常的生活中看不到的,所以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也非常难忘。 那,说到自然景观,在旅行过程中,你们更喜欢去一些自然景观更多的城市或者是目的地,还是喜欢去一些人文气息或者是更加现代化的城市作为旅游目的地呢? 对于我来说,我更喜欢去看一些自然景观,因为我平时住在城市里。 对于我来说,其他的城市景色对于我没有很大的吸引力,但是自然景观对于我来说非常的新奇。 我更喜欢在旅行的时候,我更喜欢在旅行的时候去看一些自然景观,有的时候我会去爬山,有的时候我会去海边。 这些都是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旅行目的地。 那,说回我在冰岛的旅程,这趟旅程持续了十天,十天的时间。 我觉得我在冰岛玩得非常开心。 我不仅看到了当地的自然景观,我还吃了一些当地特色的食物,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这就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段旅程,分享给大家。 如果你们也有很有意思的旅程,或者是你正在做计划,打算出游的话,就在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告诉我吧。 那我们下次再见。 打算完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